哈喽大家好,我就是专门讲解各种嘿嘿嘿,啪啪啪,啊啊啊啊,高能电影的影色,帅的吊渣。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世奇20年夏季版中的故事,五字,小红他们家是开洗衣店的,这天红爸的一个老友冬子去世了,夫妻二人一早就去参加葬礼了,留下小红独自看店,忙碌了一会儿店里来了一个浑身黑衣的女人,她递上一件白衬衫,说这衣服让沾上巧克力了,问小红能不能洗掉,小红看了眼,表示可以,那女人顿时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,而后小红就开始去五字,可不知道咋回事,那个五字就跟汉上去的似的,捅过了一天用了各种方法,纹死不动,貌似还� 变大了一圈,红妈红妈也没啥办法,小红只好去联系客人退款,谁想啊,这一打电话,居然是个空号,单据上留的名字还恰巧被弄晕了,这下是没法联系她了,当晚一家人回了家,小红下楼取手机,无意间听到爸妈的对话,说什么早知道不安一个人留在店里了,还哭哭啼啼的,不知道怎么了,小红一过去俩人就不说了,随后她路过走廊,一回神的拱风,身后的拐角里突然冒出一举着蜡烛的男人,可小红开灯去看,脸又消失了,只见那件衬 人山上的物资变得更大了,变成了一个人脸的形状,整个一呐喊的,小红吓坏了,连忙拿去给爸妈看,谁向红爸一看,整个人都嘚叨了,似乎知道什么内幕是的,说我一直认真的活着干嘛这么对我,小红问她咋回事,她也不说了,过了一天,那个黑衣女终于找来了,小红追上去想解释物资的事,谁想那黑衣女也没太理的,转身就走了,小红多少点被干猛了,也没注意,直接回店了,结果一进屋,只见老爸倒在地上,肚皮上就长出了一块,同款人脸板,然后人 就去世了,事情发展成这样,红妈终于说出了真相,原来一切还要从小红耳时说起,红妈跟冬子原先有个认识的人,叫老白,他有被迫害帮想证,不知道啥时候开始,这个老白就迷恋上了超自然的东西,打那之后,红妈就不跟他来忘了,可后来有一天,冬子突然买身是血的找了过来,说是他跟老白吵起来了,老白要袭击他,他为了自保就把老白给犯杀了,小生分,这不是正当防卫吗,然后人俩也没报警,也没打地,老白还帮忙把冬子血液给洗个安定了,要掩盖 这一切,小红听完也非常生气,万万没想到,我老爹居然做出了这种事,当场冲回停尸房,质问老白的尸体,不料问话一出,盖石部也当场回应了一个呐喊,小红吓得拔腿回去找妈妈去了,可不成想,妈妈身上也长出了物资,这可如何是好,正巧没过多久,黑女又找来了,小红连忙跟人他来到了老白家,只见他家屋内,俨然一个灵堂的样子,而那个黑女正在里面做法,原来他就是老白的女儿,白黑衣,虽然他一步一步的操作,小红的衣服上也开始出现人脸物资 给他吓坏了,连忙冲进去找人家,说这事干我屁事,但白黑衣不依不扰,说怎么不干你的事,你也参与了,原来那天,红爸爸血液抛在盆栗,年幼的小红嫌子帮帮忙吧,就过来帮忙搓了两下,这就被盯上了,小红都无理语了,你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啊,白黑衣还不管,我就要诅咒你,他继续做法,随即小红的衣服上,白家的窗脸上,瞬间都爬满了物资,星期之下,他只好抄起一旁的花瓶,砸死了白黑衣,于是诅 然后就结束了,污渍全部消失,小红身上只剩下了杀人被溅到的血,之后警察发现了白家妇女的尸体,但居然没有找到凶手,小红痛失双勤,他回到家洗去了衣服上的血字,决定进满此事,换了个城市,重新开始,可是至此之后他却变得十分神定之,对污渍特别敏感,这天他成了男生远回,衣服上不小心接了点疼酒,小红嗷就挤了,冲进厕所一顿狂喜,谁想这时,白黑衣的鬼魂出现了,他对小红说,你做过的事永远戏不掉,话罢 小红便开始头痛难忍,随即画面一黑,镜头转到了一间病房内,小红躺在病床上,已经成了个植物人,一旁的小护士照例过来拉开窗帘,他转过神正是白黑衣,红家父母守在病床前,懊悔的说着,哎呀,早知道不把他一个人留在店里了,原来,那天红爸红妈出门后,小红突然头痛晕倒,送到医院后,查出了脑部阴影,前面发生的所有诡异事件,都是他在昏迷中看到的幻象,什么白家妇女,还有那个约会对象,其实都是病房内的医生护士,而那块人 人脸无资,正好是他脑部阴影的形状,就在大家为他的病情苦恼不宜时,幸虹还依然被困在自己的噩梦中,苦苦求助,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前面看的还挺带劲的,突然告诉我是幻象,气死了,这故事告诉我们,要定期体检,小红但凡要是身体健康,我也不至于看到这段幻象,今天的影片关注我小萨,See you